很多报道都说你其实小时候是一个特别性格内向的人 然后这和表演之间需要有一个心理障碍要跨越吗 小时候其实还挺内向的 也是只敢在自己的亲戚啊 然后家人面前表演 然后到了学生时代 那个时候第一次有机会上台表演 也是紧张的半死 慢慢我觉得这是慢慢经验累积 慢慢后来才不怕声 慢慢就是敢面对群众表演 有人说啊这个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 你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 你知道现在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啊 就是很多孩子都是从小开始 家里面有条件就让他去学习音乐 你觉得学习音乐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们的心理会跟不学音乐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的挺对的 就是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因为他们有一个情绪的抒发 管道 比如说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但是我写一首歌 有个书发正确的书发管道 所以我觉得 我在学生时代其实写了蛮多的歌曲 学生时代 对学生时代 都没有发表过了 你唱给别人听吗 有班上的同学 也有喜欢的女孩子 写歌给她 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 小红书